chinesefn.com中文投资网一个赚钱的网站 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周三 chinesesfn.com是一个赚钱的网站 昨天我们的视频节目做了以后呢 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我得了146个 在我走之前呢 得了146个金元宝 其中墨流 是吧 是 墨流小姐给我的100多 给我是很鼓励 我看着眼红 你们这些都有几个 你能进入中文投资网看一下吗 汪润王 说明我们的呼吁呢 终于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另外呢 我想跟大家再解释一下 这个CBD纳米科技的这个威力 因为我是连续第三天 尝试这个纳米科技 刚才我跟Keyron在聊 为什么那么强 今天早上我还跟 146个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汤老师 孙老师28个 J老师20个 Jason老师33个 Brian老师29个 Will老师33个 老王以146个 拒钱 有一句话就叫做 会哭的孩子有奶喝 我昨天就哭了 我也要哭了 第一呢就是 哎呀我这个手机忘大了 我今天做的作业 要不去哪 你去哪一把 你去哪一把 我去了 我们继续说吧 嗯 因为我 因为因为我有笔记 我每天做了很多根课 因为我也做了两个 呃 刚刚两个这个 呃 怎么说呢 两个 两个小时 那么我刚才也跟分析师开了会 我说这个今天出来之前呢 看了一个伏笔式杂志 说这个网红啊 是很大的一个市场 呃 无论是Facebook Twitter 微博 微信 啊 所有的社交媒体都是需要网红来 蹭托 网红也有男有女 那么我们怎么把这个 网红节目做好 股票的网红 我觉得 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呢 就是 怎么样去吸引客户 哈 那么刚才讲到我用了CBD 呃 跟大家 感受一下 因为我们这边都是 年轻人很难 大家有我一样的感受 因为我个人 有三高 然后呢 呃 我个人的感受是这样 就是说 呃 我每天早上是五点 五点半 六点钟起床 今天起的晚六点钟 呃 然后呢 我通常哈 都要喝三杯咖啡 早上一杯 然后来公司呢 找星巴克 找这个所有的这个 restaurant KFC McDonald 现在我到Wendy 啊 买一杯咖啡 然后下午的时候 回到家 一路回家的时候 还困 啊 但是现在用了第三天的CBD呢 就没有任何的 昨天一路上很开心 哎 没不觉困 嗯 啊 就是这个CBD 那CBD的这个这个东西啊 为什么那么厉害 就是纳米科技 纳米科技的原理 我在今天跟大家解释一下 好 我希望 我希望所有的VIP 呃 观众朋友 我认我希望所有的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 他们最重要的是 focus 就是有能 有energy 有focus 这是你呃 在股市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么为什么大家没有我这种感受 比如说我们很多这个员工啊 每天都是睡到八九点 要我是睡不着 呃 我因为 我觉得每天股票市场就像战场 如果说在六点钟不起来的话 那就完了 我现在很少 就是 会睡到什么六点半 几乎是不可能 一年当时出现 除了周六周日 啊 我睡的比较多 平时我就 都是会把它当成一个战场 那么在这种形态下呢 你就要很多的能量 所以纳米科技呢 它是 把一个CBD元素切割成最小的二十六分之一 就是非常小 像一个纳米一样 然后 它被你的整个系统吸收的 这种概率就会等于是非常非常 它比如水稍微高了一点点 嗯 水是十六 纳米是二十四 我们现在用的CBD是大啊 二十四 那么 为什么我们平常用这种CBD 他很多人说 哎呀 吃了没用 因为 它没有切割成很小很小 我昨天在谷歌上还搜 Nano Enhanced CBD 我发现有一个公司做 但是呢 根据我们老大Chris跟我的反应 他说这个是四百 就很大 所以效果就不是那么强烈 这个技术要切割成二十四 就是很厉害 所以我非常amazed 今天也有分报纸 是世界日报 因为我们在上面做了广告 所以呢今天天天收到 说刘晓波刚刚往往期保外就医 那么今天呢 我也要再说一下刘晓波哈 因为咱们是美国嘛 今天莫言先生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 呃 中国也祝贺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但是2010年刘晓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呃 呃我还是对刘晓波肃然起敬 因为他有两次机会 他在呃89年的时候呢 他在美国读书 嗯啊 做访问学者 然后他回到了天安门广场 然后被抓 抓了以后又又来美国 把他驱赶到美国 嗯 他又回中国 然后在08年被判处 11年徒刑 那现在得了肝丸 其实我个人对他的这种精神 我是肃然起敬啊 那么我给刘晓波的太太叫刘霞 最近就是说反应就是说 刘晓波已经进入晚期了啊 那么 呃 啊 化疗什么都没有用了 那我建议你呢 呃 希望大家传给这个刘晓波太太哈 也许CBD能够帮助他 也许啊 我不是说这个马上就治疗 我个人对刘晓波先生 啊 非常非常崇拜 我觉得 我们中国人已经到了一种良知没有的 就是说 他们只讲民主 有的你看这种学运领袖 有的都是做了巴菲特的学生啊 改名换姓还回到国内 有的做了执行长 真正口头上要改变中国的呃 未来民主的这种人呢 真的是少之又少 大家在前面前显得毫无 苍白无力 真正有这种啊 敢于说在监狱里 对 你说他在监狱里为什么得干碍 无疑是受到的待遇啊 是不是人想象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有富二代 光二代 大家真的应该唤醒 我也想尽我自己的微薄资历 啊 一方面希望刘小刘小姐呢 如果您听到我的留言呢 啊 我会提供所有的CBD免费给刘先生治疗 因为我觉得他到美国的日期只是倒数了啊 第二呢因为国际的舆论太大 他是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 中国啊 和平奖 中国只有两个人得了诺贝尔奖 一个是莫言 一个是刘小波先生 无论是中国政府 无论是怎么承认 我觉得 无论怎么评论啊 有人还说莫谈国事啊 但是我觉得我内心对他尊敬的程度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我觉得这种人是很伟大的 可以说和以前的孙中山先生啊 毛泽东先生都是一样为中国的老百姓在想事啊 毕竟我们是一个全球最大的国家 呃 我愿意啊 帮助您啊 用CBD来看一下这个能不能 因为他说哎呀 CBD啊 那个所有的化疗啊放疗啊都不起作用了 下面一条路就等死了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看看我们的疗法能不能帮助您 好 呃 我们期待您希望好朋友能够介绍啊 我们可留学 不是做广告啊 是义务啊 只是我的良知啊 我很感动 呃 前两天你的Julie哭了 说他爸爸得了癌症什么的 我 我今天 我的爸爸 因为死去过早了 我也哭不出来了 他说句老实话 那么但是我觉得刘骁刘先生这种精神啊 我都要差点哭了 啊 这个 anyway 今天是扯扯的另外的话题哈 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我们即将面临7月5号的这个大考啊 今天大盘啊 这个 Bright也说的非常对 昨天叫我这个 呃 及早把QQQ抹了 今天大盘这个反弹啊 啊 非常的猛烈啊 昨天跌100多点 今天给你涨150点 这就叫牛市 但是呢 有一个华尔街基金经理呢 他今天写了一个英文的标记叫 Playing the top 就是在顶端起舞 他说我更要做空 但是你又说现在 Bright又开始转转风向了 呃 今天盘中我觉得他 还没有这么坚决 但是盘后的话呢 随着银行股这个第二轮的风险测试结果出炉 那么这个所有银行啊都合格 这个这个 这个信息好像也比较意外 好像以前经过测试呢 能够达到80% 85%就很不错了 这次的话全都合格 而且呢 要提高分红啊 然后要股票回购啊 呃 推出了各项的政策 那么也总体感觉呢 也是在美联储的这种有意无意的受益之下 然后再做这么一个动作 呃 觉得我觉得这个不一定会对市场产生影响 第一我刚才 昨天已经说过了 7月4号是美国国庆 通常在这个季度的前后呢 大家都会比较乐观 另外呢 大家也很害怕 在这个 节日 节假日过后呢 错过这个绝好的入场机会 所以大家也不想放松 另外今天 呃 市场上涨的原因 看一看 王老师多认真 每天都有笔记啊 欧洲央行啊 呃 表示呢 依然可能 不放弃量化宽松 无疑又 又回头说了 昨天 德拉基说话 啊 就来回玩 哎 昨天股市跌了 我们再来说一点 让股市温暖的话 啊 啊 所以今天今天整个出现 啊 上涨 啊 逆涨 那么这个 呃 这个图啊 啊 我个人呢 因为杰老师也有一段时间跟我 argue 就是说 大盘 这种图啊 不像见顶 它是样一个盘整 啊 我不知道杰森老师怎么看 这个 ISI指标啊 似乎啊 正在走一个圆弧啊 圆弧 像QQQ完全 没有啊 没有这个 来看一下几个大股票 NVIDIA 哇 今天逆转了 今天最最低的时候 原来是跌到145.75 但是反弹到151.75 啊 Amazon 今天这个 Trump 骂这个Jeff Bezos 说你这个 华盛顿时报啊 啊 这个 是变成你的一个 温床 变成你油缩的一个 媒体 结果呢 就不缴税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亚马逊今天也逆势 开始反弹啊 最后全是给这个 道琼一路拉 对 这个原来这个 NASDAQ很弱的啊 那么再看QQQ UVXY都直接往 啊 9块钱以下 但是我认为会跌到8块8 啊 QQQ在50天 昨天啊 Briot说这个QQQ啊 值得 呃 就是说 要在50天均线 要要要反弹了啊 果然今天 出现了反弹 但是我觉得明天 后天 星期一 啊 星期三 星期三是我们比赛的开始啊 啊 我觉得整个 我不知道杰森老师 现在Brian跟你 已经分开了 我们已经分开 分开很多年 哈哈 自从他去了 巴菲特的故乡 然后这心就不在我 这个他还是 坚 比较坚定的看市场的上涨 比较坚定 然后尤其是今天 韩后 这个 我觉得应该用这首歌 你看这首 呃 刘晓波 他是说 呃 他的名言啊 就是说 我没有敌人 他就是用和平 有点像甘地 嗯 有点像曼德拉 用和平的抗争 针对强权 那他给他的太太 写了一封情书 他说 他说即使我被碾成粉末 我也会用灰烟拥抱你 哇这个字句 写得太好了 那你对Brian是不是也说 也是会 这样的情歌 虽然你们分离好久了 哈哈哈哈 我先让他拥抱我吧 哈哈哈哈 我觉得他太太 就就这一句话 送给他太太 他太太就永远跟他一辈子 多有诗意啊 你你跟Brian怎么说 即使你 你只是被空头打抱头 我也用这个 灰烟来拥抱 哈哈哈哈 呃 市场啊 我们呃 用很多的进行 很多比对吧 刚刚刚刚刚刚我还跟Brian 我们两个人还说 用Costco进行跟 标普的一个 呃 周线的一个叠加比对 啊 市场的话呢 呃 可能短期上 可能不会形成一个 向下的一个跌穿 呃 大幅度调整的一个走势 但是向上的话呢 呃 就看明天后天 这个银行板块 如何表演 这两天呃 原油反弹的也不错 啊 然后银行板块呢 现在又出了这个 出炉了这个最新的消息 所以这两天呢 看看银行板块和 呃 这种 鸡 这种能源板块 对市场的这个 贡献度的大小了 呃 所以你现在呃 对 原油这两天 涨得非常不错 哈 呃 那所以你对后市是怎么看 现在Brian已经跟你分手了 虽然你用灰烟去拥抱他 但是他一旦还是 他已经变新了 他已经出轨了 是 他已经红心出墙了 是 是吧 是 你对他有什么抱怨 说吧 我是用和平来面对这种 背叛 嗯 哈哈哈哈 毕竟是 还有一件 还有一件好事啊 YX终于不说话了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不说话 嗯 今天我们丽萍啊 终于让我很佩服 他前天呢 他说啊 网络老师 你的GBTC就要涨了啊 今天涨了15块 但昨天暴跌啊 我就笑话了 我看丽萍啊 他说我有一个华尔街的老师 他用数学模型来预测这个股市啊 算法都是怎么怎么对啊 他昨天跟我说GBTC要涨 就GBTC先跌后涨 啊 今天又涨了15块啊 那么丽萍说 这个YX到底谁呢 我也搞不清楚 但是不针对杰老师 不针对网络老师 不针对其他老师 只针对杰森 我认为呢 就是你公司那人 现在我们目标 已经锁向了 我们公司的前员工 对杰森老师 当时拒绝过他 就是你已经说过了 我说YX到底是谁 你说他曾经拒绝过 我曾经拒绝过他 现在我已经基本上 把这个人锁定了 他昨天看到你这么骂 他真的已经流 痛哭流泪 彻底绝望 把电脑全部砸了 把你的微信号放掉了 把你的微信全部删掉 把你的YouTube全部删掉 忘记了中文投资网 从此YX消失了 而且这个人是女性 我看着我看着口吻 好不像 他故意说得像一个男的 但是他做起事了 好像女的 不像 我估计是男同的 情况咱不说这段了 咱都说了 不量时盘 什么话都不说了 没有意义了 看吧 反正我反正觉得市场高位震荡 我个人感觉 高位震荡 对 创新高难度比较大 但是短期内跌下来 我看美联储的维稳的这种 这种举动也非常明显 所以说呢 在高位震荡的概率比较大 那么即将7月5号呢 要开始这个试盘 我想讨论一下我的投资风格 坦白来告诉大家 我心中已经有了操作计划 而且这个回报率呢 将可能以 当然1万块给我的话 我谈一下我的操作思路 那我有说1万块 最少要花2000块 就是说你的position要2000块 那我准备呢 花2000块 然后呢 我的目标呢 有一只股票 这两只选股 都是penny stock 2000块钱 都可能以300% 就是两个变6000 就是1万2 1万2 那我的账号 原来总共投了4000块钱 因为我要 我不可能说1万块 我全买一个股票 明天跌12%是很正常 那我就完蛋了 我就下课了 老王的眼面就没了 那我就拿2000块钱 他即使跌20% 也就400块钱 两个就800 1万块减掉800 还剩9200 还OK 对吧 策略呢 对 第二呢 如果这两个股票 全涨三倍 比如说2000块进去 变成6000 6000 12000 12000的 6000 6000 减掉 两个4000 12000 减掉4000 12000 我就获得120%的回报 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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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准备好了吗 我没有 你继续 因为我想跟大家讲一个 我昨天跟杰森老师讲到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我是怎么做的呢 我觉得就是说 我需要了解这家公司 我不能说像大家买亚马逊 买百度 买谷歌呀 这种股票 你只能从图上分析 那么我呢 专找一些 我能够得到合理合法的信息 好 比如说这个股票 为什么大家 莫留啊 他 他送我那么多呢 是因为啊 我告诉他是 昨天啊 9毛钱 他买了老多这个ITUS 我最近一两天在谈 为什么会获得这个信息呢 很多说老王 你是不是知道这个内线交易啊 不是 不是 这个是合法的信息 第一呢 纳斯达克跌一块 一不跌破一块 会被摘牌 是不是合法 第二呢 我这个朋友呢 他告诉我 邀请我们公司的员工 去做money show 那么我说 哎呀 你这个帮我们做点广告 他说这家公司呢 特别想做 因为他们要维持在一块钱以上 那我就把他成为 我的一个女朋友 要追呀 结果呢 我那个朋友说不行 他说他等什么什么 乱七八糟 后来上周日的时候呢 我突然收到很多电邮 因为我订阅了很多电 很多的这个newsletter 那这些电邮就推这个股票 ITUS 那周一早上的时候呢 这个股票八毛到八毛 因为收盘价是七毛一在周五 然后他就高开 大家看到了吗 八毛八是当天的低点 但是盘前啊 注意啊 盘前才只有八毛对八毛一 开盘七毛五 好了 胖一下涨到一块一毛四 我一看啊 这个股票它是做什么 它就是说做那个用血液来验证 就是说来测试你是不是得了癌症 就是你只要血液一弄 其实是一个蛮有体材的一个故事 那么 这公司呢 刚刚和Darson James Darson James我也去采访 我也去不是采访 我去拜访 他们是在佛罗里达的一家公司 他们做了很多中国的IPO 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brokerage 做横岛 很小 他们通过八生件 融了五百万美金 好 那么周一一开盘呢 我这个有点 有点急 我一开挖挖挖挖挖上走 我就急了 当时已经涨了四十个percent 我就下两个单子 一千股 market market 就平均价一块一 结果跌到昨天的时候 就开始回落 昨天跌到八毛八 对 然后胖一下 来我们今天放大一个 我只进了两千股 原来我当天是准备九毛一 结果没回到这个九毛一 来看一下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了 作为老师 跟学生 咱们说的白了 压力很大 因为杰森老师 我们现在要求 Andy每天公布 在买股富豪里面 杰森老师的账号是一万块钱 沃隆老师一万块钱 Well老师一万块钱 J老师一万五 那大家压力很大 第二呢 J老师这个月 这个星期就获得我们 250美金的奖金 但是我们规定了 他这个回报率呢 要高出本周的 比如说标普 或者overall 我不知道怎么讲 那么 给大家压力 怎么样去赚到一个很稳定能赚钱 要我的 我认为呢 就是要合法的 去取得一些信息 包括去研究啊 当然像杰森老师 他肯定就是用技术分析 他认为这个图形啊 不会水牛 WELL老师用价值投资 找寻价值的边地 这个WELL就是我感觉的 今天我还说了一个句话 我说护盘大队来了 有一个人说 那老王你今天那个 CIX啊 也应该来护盘 你知道我说什么 你可能没看 没有 早上还没有 我说呢 护盘 犹如紫威 听不听得懂 听不懂 紫威 紫威就是紫色的紫 威就是那个花的意思 请你用中文 寻音 泄音去讲 安你笑了 护盘 犹如紫威 这个我们以前 上海话的 不是紫威 紫威 紫威 明白吗 这是网路流行语 年轻人之境 紫威紫威 你小子在做紫威啊 不年轻 我这边想请白 我小时候这个拼音考试 我们我还记得 我现在年纪大了 小时候的事情啥都记得 最近的事情啥都不知道 对 就是小时候我们拉出去 汉语拼音 前第一号音 第二号音 第三号音 第四号音 我就永远考不清楚 我看你现在也考不清楚 考不清楚 护盘犹如紫威 紫威 就是 自于是乐的意思 自于是乐 我说我不喜欢紫威 我喜欢来真的 如果我喜欢你 女孩子呢 我不要紫威 我就跑到 跑到酒吧 说哎呀 小姐你好美啊 我想愿意吃个饭 行 然后某些人就会紫威 在家里看歪歪 好了好了 那么今天啊 非常这个非常逗啊 这个 三天的图啊 这个股票就让我昨天很郁闷啊 那个谁啊 就 这个 这个 这个谁啊 这个 末流啊 他就在昨天九毛 九毛一啊 我原来说九毛一嘛 你看他在这里买 然后啪啪啪 我就不知道这个公司什么动作 第一 他有宣传 周一砰一下子 把它碰到一块一毛四 好 承销商 一块零五 那么 公司就说 我这个股票也连续 三十天不低于一块钱 得一定把这个股票 啪啪不上去 那你看今天 结果走啊走啊 早上还一看我一看盘九毛 我说有戏 只要把我下跌 那这个股票可能这个管理层啊 还是有益啊 结果你看到这一天 这一个瞬间啊 五分钟图 打进了二十五万股 直接就把这个股票打起来了啊 然后呢 他的整个的流通盘不到九百万 然后 整个outstanding不到九百万 然后真正的流通盘可能会少 再加上发行的三百万股 一块零五分 整个的盘不是很大 来我们看一下daily chart 所以啊 杰森老师 你看作为我来讲 功课对于7月5号的石盘大战 我分析的还详细吗 你到时候我不知道 你用什么策略 我建议你学点齐全 用自己的把自己保护 最难看的就是 某某老师九千五百块 那就那时候就蒙掉了 九千五百或者九千 八千五八千 那这时候很尴尬 人家都说 今天某某老师 怎么你这个成绩好像 怎么办呢 是吧 你紧张不 不紧张 在这河边上溜了十八年了 好了 那么大家看一下ITUS的图啊 我给大家教授一个秘诀 那你可以赚钱 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小双底 整个的 现在打到这个 20天均线 应该在1块3毛 4050天均线 如果说1块3对8毛的话 应该是5毛钱的difference 然后他可能会涨到1块8 甚至2块9毛1 上一波曾经有一个这个哥们 这个量都在这里起来 这个哥们打到1块7 马上就往下走 说明这个一上去只有1块3 马上就往下走 1块1毛4 就往上走 然后量越来越大 还有一点呢 就是在这个位置呢 好 在这个位置 DMI 已经像 要像这个负DI 所以大家在看我们做十盘的时候 老师就把最最最 这个核心的机密交给了大家 这个DMI一交 这个股票就要break out 我明天准备要冲进去了 就是加仓 要么下面加仓 要么上面加仓 然后呢 这个ISI看看 分散一下吧 你不还有一个呢 我还有一些绝马 我有三个 这是 这个还没开始了老大 这个不算 不算在我们7月5号里面的 我只是 预热 我们你看我这种球员都是预热 NBA有NBA的预赛 有很多话题 我就没 今天有一条消息 就尼克斯啊 把这个Phil Jackson给干掉了 嗯 你知道谁是Phil Jackson 不知道 篮球吧 对对对 是原来胡人的 你看我是胡人的铁粉 你看这 哇 然后呢 他们有一个叫Russell 被交易到这个 Tray到这个Brooklyn 一个小伙 今年 是去年第二 第二号种子 选拔出来的 今年有一个叫Ball的一个人 也很有B 啊 也很有B 我从纽约 Nix的 我是Nix的死粉 现在变成 胡人的粉丝 我 其实运动两种 只喜欢 桌球 哈哈哈哈 哈哈 啊 anyway就是 我今天就跟大家讲啊 就是 我对这个比赛有很期待 不是说 不是说要要有多少钱 像江杰老师就比较做重 最好他有一个亿 跟我们玩 我们就看小弟弟 你拿一万块 我拿一个亿 我一天就赚一千万 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 我认为呢 就是要赚钱的人 哪怕只有500他也能赚 对 哪怕有500就能赚 这个 我还是不得不佩服Chris 他说只要给我一个lab 有一个人说 只要给我一个地球 我就用这种杠杠 给我一个支点 对 那么我就是说 只要给我一个 一笔钱 哪怕50块钱 我也可以起来 不是 不需要很多钱 这个你看Chris 在一个lab里面 就做出了这么伟大的一个产品 就是让我每天感觉 就像比Andy还厉害 我们可以比一下 从5点钟起床 一直干到晚上12点 想了那么长 肯定是干好事 没干坏事 好了 我今天大概要讲完了 所以呢 大家期待 我也跟大家解盘 我觉得呢 不要把中文投资网 作为一个投资推荐网站 我真的一点意思没有 很多的年纪轻的人 就有那种 紫威的想法 紫威 我们就叫紫威 如果你 123那个三笔音是吧 四是什么 前一什么什么什么音 四个音 什么音 汉语拼音里面 四声 四声 一声二声 三声四声 大家就反复念紫威紫威 最好这个四声不全的呢 就会念到正确的 很多年轻人就喜欢做基金经理 喜欢推荐股 喜欢做带头大哥 这个非常不好 我觉得这些人 最后就像我一样 因为我20年做了带头大哥 我紫威了20年 所以呢 我 我不大想做带头大哥 我只想 我只想告告你 这个我的方法就可以了 你有一句话叫 赚了别谢我 亏了别找我 就好 我觉得大家不需要来找 找原因 只要找自己的原因 好 今天大部分讲完了 我留点给杰森老师他说 关注我们7月5号的 这种实盘吧 还是那句话 沃尔老师也说 获利多少呢 首先第一 咱们最基本的 就超越大盘吧 或者说是收益是正的 这是最基本的 另外呢 就是说呢 这个正的多与少 是一个问题 但是呢 主要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把我们的思路和方法 跟大伙呢 分享 就像我们在VIP当中 跟大伙说 啊 这个位置应该怎么样 这个位置应该怎么样 说了半天 大伙有的时候说 这行吗 这方法可以吗 如何如何 等到实盘的时候 就说哦 我们在这个位置 可能买400 买400股 到哪个位置 可能就减掉200 如何如何 你就能够实现账户的 一个稳定增长的 这些过程 就像沃尔老师这个票 那我就说哦 我看两块钱 有压力 那我可能一块六毛钱 一块六毛钱 一块六毛五 左右有冲的那时候 我可能就 把仓位减下了 2000股 可能我可能就减掉1000 你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想跟杰森老师 个别交流这个股票 这个股票 在截止今年3月份 还在3块4块晃有 大部分去年这段时间 都在五六块 几乎波澜不惊 业务呢就是 因为我在国内 也做过体检 国内有一项业务 就是你把血液放进去 你要做癌症测试 你有没有癌症的这个数值 如果你数值很高 你得癌症的概率就高了 你可能甚至得了癌症 那我就找美国的老医生 医生也帮我做 我说国内有做这个 你做吗 美国说没做 因为可能美国FDA呢 他们有一些限制 所以他们就是说 你不能 凭什么你说这个血 里面就证明你得了癌症 中国就有 因为中国可能比较宽松一点 就是说你可以做 美国美 那么他们就是做这个事 就是通过血液来测试 那么大部分时间 整个的大的顶 都是在五六块 当这个时候几乎无量 但是最近在底部呢 不断的放量 对 不断的放量 那我就觉得 这个盘又非常小 大概六百万 我不排除到三块九毛一的可能 甚至我在九七月五号 也可能会露这个股票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但是我觉得 大家第一要学会老师的一个操作策略 第一我们限制了老师的最低的要入场就要进百分之二十 否则没意思 比如说我买一百一百块钱能不能 我买五块钱 五块钱 输一毛 那永远不会输啊 对吧 还给人家灌一个名 稳健 然后买五块钱 要是买期权还好点 哈哈哈哈 期权连佣金都不够 但是呢我们就是说随便你可以买到 甚至可以用杠杆做到两万 那我们就来 而且我希望这个节目 大家请注意 我们都不给自己留余地 如果老王下课了 那他比其他员工好一点 不被开除 然后杰森老师 如果跌到只剩五千了 那他就要离职了 那大家另开频道 我也 我也在接了 杰森老师那边 用YW 来骂你 各开一个频道 大家也不怕 因为你也有名了嘛 但是你在我这里聪明昭著 说杰森老师被干掉了 现在转换平台了 来做了 那我们是不是可能出现 隔空对骂的情形 我估计换平 如果要那种情况下 换平台也没人看 要是那种局面的话 换平台也没有意义 我就用YW来跟你玩 YX 是不是就YX 好像是吧 这是一个代号 我没太注意 就像以前国民党特务 街头的一个暗号 YX 咱不提他 还是那句话 我那天就是最后的对话 不量时盘 那就何必 你看这个我觉得这个底部 似乎在这里 那么这个股票是如何知道的呢 还无论是我们的每天心 其实我觉得每天拎着包 跑各种会场 比如说 这个我只做小盘股 我对这个什么 谷歌啊 这种太大了 这个大基金都在里面玩 我们玩的都是一些价值偏离的 偏低的 被忽视的 最近还是那句话 我凡人必说 我在温哥华 不是在温哥华 在那个菲律达菲和你的学徒啊 Judy 去了 我还是很想念你的学徒 Judy Judy看了今天 看了这个节目 肯定要哭了 啊 你还记得我呀 他现在都不联系我 然后我们在菲律达菲听了一个讲座 就是这哥们他讲的非常道理 他说我就是要观察一些 被忽视 没有交易量 老板不知道怎么去跟华尔街宣传 说故事的这些老板 啊 然后跟他们打电话 问你们的IR部门在哪里 他说甚至没有IR部门 这种公司就是他们投资 然后他们一拿就拿两年 回报率基本上在十倍以上 Tenbagger 就像中文投资网 在三毛钱没能要 好了两块钱全进去了 PME一块钱没能要 五块钱全进去了 然后一输钱就买老王 老王就是你的出气筒 以后老王做一个老王屁股 模型在网站上卖 可能卖很多钱 也就是说你输了钱 你拿鞭子 抽他 然后老王的屁股 给你去做个模型 或者老王这个胸部 给你抽打 你应该每一个分析师都做 肯定好卖 今天老王输了钱 PME赶快卖一个 卖二十块钱 买鞭子也买 对那应该摆好几个 今天跟了谁的单 这个好慢 我们现在在想网红 我们又不是女人 对吧 又不能买衣服 我们想一些网红的玩具 玩具就是各种各样 各种各样 我们分析师的 个人的器官 个人的模仿器官 由这个会员 柔力 这工作都不好干 这个Andy 我们怎么不会成为周立波的 因为我们的 说的笑话太高级了 太深奥了 对太深奥 都是一些巨要 朝美股懂英文 有美国学习经验 都是美中国里面 最高端的人 否则我们把它 录香为俗的话 我们两个人就是 你能不能就我们成立 我们两个人这个美股符号 就成立一个王安舍 舍 不是 王安舍 今天题目你记着 叫王安舍正式成立 Warrant爆出口 护盘等于紫威 紫威为何写吗 紫威 记住啊 这个标题不要改 昨天的标题实在太烂了 哎呀 什么什么节奏呀 杰老师就是那些 什么节奏 什么 就是讲整天就讲节奏 什么节奏 狗屁节奏 哈哈哈哈 紫威的节奏 哈哈哈哈 王安舍 题目叫 王安舍正式成立 公认爆出口 护盘等于紫威 行吗 看 增加看的人 因为我们的 anti就是抱怨 说你们这个视频 看来看去就一千个人 不见增长 怎么增长 第一我们评论时事 马上就两三万 什么郭文贵啊 薄熙来啊 什么解放军啊 什么乱七八糟 十九大 乱说一通 这个提高 第二 或者直播指挥过 或者 先拿一束花了 直播一个 操盘过 这个时候听操盘 那两个字 怎么那么龌龊 我的目标就是 每天斗杰森 杰森不会乱笑 他只要真的能够到 他又是德云社的一个 郭德纲的 真实的 郭文贵和郭德纲 啥关系 也许吧 好了好了 结束了 今天三点半 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没有了 笑死人了 今天题目知道了 昨天你的题目 真的不太qualify 我今天就跟他们分析师 我跟他们分析师就讲 我们现在世界 没有人给你闲功夫 一看标题 不要看节奏 你看子威 真的没有时间 给你忽悠的 你只要一个标题 要想了好久 然后这个标题 就能够吸引观众 但是我们这个体材 实在太高级了 你看他不做股票 你听不懂 但是听听里面 还是蛮搞笑的 以后我们的目标 还是做到五千一万的 其实我们今天开始谈政治 很快就两万五万十万就上去 但是我还想回国呢 我还想踏入人民土地 我不想跟别人说我什么 我其实没有什么正见的想法 我还想 诺坛国事 诺坛国事 但是我还是有点良心 我觉得这位大哥太有 太伟大 但是也不是没有良心 他这种事 任何国家都有 都有这样的人物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我们中国人应该唤醒 anyway不说了 好了 谢谢大家 拜拜 ChineseFN.com 中文投资网 一个赚钱的网站 MH FN.com 感谢观看